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影片主题呢 要来介绍博德之门 如何跟牛变成好朋友 甚至他还可以变成你的盟友 最后关头来协助你战斗哦 那我相信很多人刚入坑的时候呢 面对这个可疑的公牛 不晓得怎么去触发这个任务 那这边比较简单 如果你是有德鲁伊相关系列 或者是有动物交谈药水 那动物交谈的气能 那原则上就可以在这边触发这个任务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进入精灵营地的时候 那你跟他对谈的时候呢 他会直接显示古怪的公牛 那你不需要去探索他的秘密 你只需要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那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的目标是进入博德之门 那玩家的任务就是协助他进入啦 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一幕通关完之后 我们会来到第二幕 第二幕的话呢 这一只古怪的公牛在中烟旅店这边 那我们一样可以透过动物交谈的方式 去探索他的秘密 那公牛呢 他只会说你不要探索我的秘密 我的愿望就只想要往博德之门而已 那玩家也可以选择到这边就罢手 那我们后续的直线就不会断掉 那如果玩家这时候很半见就是 我不管我只要探索的话 那你就可以探索他深 应该说他内心最深层的秘密 就是沾满了血腥啊 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呢也会因此打起来 那不过如果你是重复接到这个任务 那当然就也没关系 只要获得他身上的戒指的话 那如果不是我建议各位还是 就是完整的透过这一个支线流程 把他走到最后 这样子沉浸感会再更高哦 好那第三次遇到这个古怪公牛呢 会在利文顿这个地图 也就是我们前往博德之门的路上 那你这时候遇到他就进入到关键时候了 你是否愿意帮助这个恶魔牛进入博德之门 如果是的话 那他会变成一个物件 好让你可以携带在身上 那我其实不是第一周末我就知道 因为第一周末都在探索嘛 我个人是第二周末的时候 才把这个任务给解完 好那我觉得还不错 那不晓得你是第几周末的时候 就解了你够聪明吗 第一周末就有解完吗 也可以底下留言了 好那第四幕呢 我们会再进入博德之门 也就是这个下层区的时候 这个任务就会自动完成 那他会说感谢你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召集盟友这个环节了 那我们也会获得一个戒指 变形者的恩赐之戒 那这个戒指以我的玩法来讲是没啥用 好那不过呢 最后我带各位看一下 召集盟友这一支牛 在最后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吧 好的 那当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召集盟友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变形怪 叫做折洛布 我也是到最后我才知道他的名字 一天一苹果 变形怪远离我 那他召唤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变形怪的形式 那你可以选择把它变成不同的类型 那我印象中有狼啊 还是有其他的动物类型 攻击力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普通 但是游戏缺了的话 我觉得这个分数还是蛮高的 更重要的是一个新鲜感 我没有想到原来这支牛 最后可以变成盟友 那如果你没有把这支牛 变成你的盟友的 希望你在某一个周末的时候 可以尝试看看这个路线 或许会玩出不一样的风格哦 好以上呢 是这一次把牛变成盟友的一个经历 就分享给你 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了 一样喜欢这一期的介绍影片 别忘记按赞订阅了 也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大家拜拜